今天的信息读经一共有三部分 都记得在就业圣经抗世纪 第一部分十二章 十二章一至五节 十二章第一节 依和华对亚伯兰说 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 望我所要只是你的必须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我必赐福给你 叫你的名伟大 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为你祝福的 我必赐福于他 那走住你的 我必走住他 地上的万民都要因你得福 第四节 亚伯兰就照着 依和华的吩咐去了 罗德也同他去 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 年七十五岁 亚伯兰将他的妻子 萨赖和执尔罗德 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 所得的人口 都带往迦南地去 他们就到了迦南地 第二部分 十六章第一 指第六节 十六章 第一节 亚伯兰的妻子 亚伯兰的妻子 萨兰 不给他生儿女 萨兰有一个使女 叫夏家 是埃及人 萨兰对亚伯兰说 余和华 是我不能生育 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 或者 我可以因她得孩子 亚伯兰听了 萨兰的话 于是 亚伯兰的妻子 萨兰 将使女埃及人 夏家 给了丈夫为妾 那时 亚伯兰在迦南 已经住了十年 亚伯兰与夏家同房 夏家就怀了孕 他见自己有孕 就小看他的祖母 萨兰对亚伯兰说 我因你受屈 我将我的使女 放在你怀中 他见自己有了孕 就小看我 愿依赫华 在你我中间判断 亚伯兰对萨兰说 使女在你手下 你可以随意带她 萨兰苦带她 她就从萨兰命前逃走了 第三部分 十七章 十五至十九节 十七章 十五节 神对亚伯兰说 你的妻子萨兰 不可再叫萨兰 她的名要叫萨拉 我必赐福给她 也要使你从她 得一个儿子 我要赐福给她 她也要做多国之母 必有百姓的君王 从她而出 亚伯兰 亚伯拉罕就 夫妇在地里嬉笑 心里说 一百多岁的人 还能得孩子吗 萨拉已经九十岁了 还能生养吗 亚伯拉罕 对神说 但愿 以时立马 活在你里面 神说 不然 你妻子萨拉 要给你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她 起名叫以萨 我要与她 坚定所立的约 做她 后裔 永远的约 今天宣讲平的正道事 家庭与婚姻 愿神赐负那些听她话的人 亲友姐妹 大家平安 好 我们继续讲这个 家庭与婚姻 因为卫理公会 非常关注 这样的一个 社会生活的信条 所以在法规里面呢 也刻意地 将婚姻与家庭 相关的这些 圣经的教导 整理成为信条 放在我们 卫理公会的法规里 全世界卫理公会的法规里 都有这些 社会的信条 包括婚姻与家庭 所以我们在之前的 婚姻与家庭的讲道中间 我们思想过 结婚与离婚的 议题 我们也思想过 这个亲子 父母跟子女 关系跟教育的问题 我们也思想过 神在一男一女中间 所设立的 性 这个性爱的议题 我们也思想过 怀孕 以及关于堕胎的议题 今天我们要继续来思想 婚姻与家庭 几个主题 就是如果结婚不怀孕 怎么办 如果不怀孕 要做人工受孕 OK吗 如果不怀孕 不受孕 要领养 我们教会 或信仰 怎么来看 这些的议题呢 有时候 我们只参加聚会 我们不了解 其实有时候 结婚不怀孕 对很多的夫妻 心灵当中 产生很多的 这个莫名的忧郁 或者是莫名的重担 有时候 很想 做这个人工受孕 可是心里面又很多 觉得良知上面 无法安心 等等等等 是否合乎上帝的旨意 是否神喜悦 等等 有一些领养孩子 领养孩子以后呢 心里也觉得 不知道是不是神所喜悦的 或是领养孩子 该有什么样的态度 该有什么样的手续 等等等等 都是我们很多 婚姻女家庭 可能面对的 所以借着今天的信息 透过我们对 圣经里面的一些的例子 我们可以更肯定的知道 透过为理科文会 社会信条 关于婚姻家庭的教育 使我们更懂得 怎么样来看待 这些的议题 我们再做一个祷告 天父当我们要进入这些议题的时候 恳求你再一次 让我们的心灵可以打开 让我们的悟性可以打开 使我们听了能明白 并且能够造就我们的生活 造就我们的婚姻家庭 并且也赐给我们更健康的眼光 来看待不同情况的婚姻家庭状况 我们仰望主 祷告 奋靠 耶稣基督圣灵求的 阿们 好了 今天我们读了一系列的圣经 其实你去读亚伯拉罕的生平 记载在创世纪 你就会发现 亚伯拉罕的一生 所记载的事件里面 很多都是关系到他的家庭 他的婚姻 他跟他妻子之间 他跟他儿女之间 整个过程 他的生命中间 有许多我们可以跟亚伯拉罕学习的 也有许多我们要从亚伯拉罕的身上 能够得到警惕的 因此当我们思想的时候 我们了解亚伯拉罕跟妻子 亚伯拉罕是改名为亚伯拉罕之前的名字 那沙莱是改名为沙莱之前的名字 亚伯拉罕跟妻子沙莱的婚姻 可以说是蒙上帝很大很大的祝福 可是一个蒙上帝祝福的婚姻 不一定就是一帆风顺的 你知道亚伯拉罕的妻子沙莱 曾经被别人取走 还好上帝及时抢救 不然的话 亚伯拉罕会失去他的妻子 我们也知道 今天读得简单的几句圣经 就知道亚伯拉罕跟妻子 年轻结婚一直到七十五岁 到了迦南十年 意思是八十五岁 亚伯拉罕八十五岁 沙莱还没有给他怀孕 所以一个蒙祝福的婚姻 不一定是一帆风顺的 不一定是像一般人所说 结婚计划两年不生孩子 两年后计划要怀孕 果然两年后的第一颗蛋就浮出来了 然后第一个孩子几岁的时候 就准备几个月或几岁的时候 准备怀第二胎 然后怀第三胎 然后计划得好好的 然后孩子几岁的时候 你已经预备好住到哪里 给他预备最好的那一所学校 可以入学 然后之后计划好他几岁的时候 可以开始上大学等等等等 亚伯拉罕的婚姻不一定是 像某一些人能够如此顺利的 按照计划按照安排 其实他们的婚姻 有许多颠簸的事件 因此透过这些颠簸的事件呢 能够给我们很多的学习 也能够给我们很多很多 在家庭跟婚姻里面的许多的警惕 我相信这几周的 关于婚姻家庭的信息 不单是兼顾我们 已经有家庭婚姻的 更是重新教育我们 也是为我们预备 更好的下一批年轻人 预备进入婚姻家庭的 这样神的教会就更健康 这样我们下一代的儿女就更健康 因此接下来求上帝带领我们 来思想今天所读的几段圣经 然后也来思想 透过圣经所延伸 为你公会 对于这个不孕 人工受孕以及领养的这些例题 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 有一些的背景我们必须要认识一下 首先来到创世纪第十二章的时候 圣经在十二章第一节的前面 十一章的第三十节 很清楚地交代了一句话 这一句话是什么呢 就是亚伯兰的妻子沙莱 故生育 用今天的话来讲 就是没办法怀孕 没办法怀孕 所以没有孩子 这是一章前面 交代说亚伯兰跟着父亲 离开他们的父亲的老家乡 然后到了他们定居的地方 父亲去世了 亚伯兰的哥哥三兄弟 其中一个哥哥叫哈兰 也去世了 而哈兰有一个儿子 叫做罗德 所以在第十二章的时候 就交代清楚说 上帝向亚伯拉罕显现 并且跟亚伯拉罕立约 说你将来要成为大国 我要赐福给你 所以上帝向亚伯兰立约要成为大国 可是在这个时候 七十五岁的亚伯兰 连一个儿子都没有 连一个儿子都没有 上帝居然向他应许说 你以后要成为大国 到底这成为大国将会是怎么一回事呢 接着当亚伯兰离开家乡的时候 我们看见圣经很清楚的记载 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沙莱 并且所属的一切财物 圣经还特别交代一件事情 连同罗德也一同带走了 所以按照这样子的一个记载 我们就可以理解 亚伯兰全家所有产业 迁移的时候 包括罗德 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是亚伯兰已经 把罗德看为 是自己家庭 自己的孩子一般 如果我们读亚伯拉罕的一生 你就会知道 亚伯拉罕付出了一切的努力 来培育这个孩子 来甚至拯救这个孩子 落在这个 这个索多玛 俄摩拉 这个生活当中 遭到敌国的 这个 这个 这个我们说 被掳的时候 亚伯兰 出动了三四百位 勇将 去把罗德 抢救回来 所以我们就会看见 早在那个时候 亚伯兰已经 用今天的话来说 领养了 领养了自己哥哥的孩子 成为自己的孩子 成为家中的一份子 并且用他所有的努力 来照顾这个孩子 罗德 照顾这个孩子 罗德 因此 从这样的一个背景 我们可以看见 圣经里面 有一些领养的例子 那 虽然说是哥哥的孩子 可是当做自己的孩子 来照顾 这是一个很好 很好的一个榜样 第二段圣经十六章 第一节到第六节 故事继续的延伸 当我们读十六章 第一节到第六节的时候 我们可以了解到 圣经又再一次记载什么呢 亚伯兰的妻子杀来 不给他生儿女 再一次说明 还怀不了孕 你知道吗 他们从家乡来到 迦南地 从第五节交代 他们来到迦南地 住了十年 而这十年里面 两夫妻年纪越来越老了 结果 沙莱还是没怀孕 这下心急了 这下心急了 怎么办呢 所以沙莱开始动脑筋 有解经家认为说 沙莱会动这个脑筋 很可能是当时的一种习俗文化 如果自己不能生 可以找第三者来为自己生 特别是身边带着使女 所以沙莱就动这个脑筋 希望可以从自己的使女 下甲的身上获得女 所以沙莱第二节 沙莱就对亚伯兰说 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 他说上帝不让我怀孕 现在啊 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 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 这个是人的意念 这是人的文化 这是人的做法 圣经也记载 亚伯兰听从了沙莱的话 听从了沙莱的话 于是就接受下甲这位使女 成为她的妾 那事情怎么样发展呢 成为她的妾以后 亚伯兰就与下甲同房 下甲就怀了孕 所以这很明显的 沙莱不怀孕 是亚伯兰生理的因素 还是沙莱生理的因素啊 看起来好像是沙莱生理因素 一直没有怀孕 因为亚伯兰一跟这个使女 下甲同房就怀了孕 那么怀了孕之后 这位使女这下可大了 因为她怀了亚伯兰的身孕 于是就开始瞧不起 她的这个祖母 气到沙莱就对亚伯兰说 我因你受虚了 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怀中 她看见自己有孕了 就小看我 愿耶和华替我做主 亚伯兰就说 使女不是你的吗 你要怎么对待她 就怎么对待她 结果你知道沙莱怎么做啊 把她的使女赶出去了 你继续去读第十六章 第六节以下 你就会发现 神仍然怜悯的下降 不过从这件事情 我们就看见 由第三者所怀孕的 这种做法 显然的引起了许多的问题 其实按照解经家的解释 因为这一个人为第三者 所生的以时玛丽 就是这个就是以时玛丽 成为亚伯拉罕后代 历世历代争斗的族群 那历史可以显明这一点 所以由第三者所帮忙怀孕的这个做法呢 我们画上了一个很大很大的问号 这是上帝的心意吗 这是上帝对婚姻的计划的一部分吗 似乎不是这样的 因为当我们看第十七章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更明显的看见 透过第三者来为一对夫妻生育孩子呢 这一段圣经更明显的让我们看见 不是上帝设立婚姻原定的计划方式 第十七章十五节到十九节 整个事件是怎么样呢 整个事件就是亚伯兰已经从杀来的使女 得了一个儿子 并且取名为以时玛丽 成为以时玛丽 可是应该好了 因为已经有一个儿子了 这个儿子将来就可以成为大国了 就成为上帝立约的百姓就好了 可是到了十七章 上帝又对亚伯兰显现 当亚伯兰九十九岁的时候 七十五岁离开家乡 在迦南第十年八十五岁 对不对 八十五岁的时候 十女夏甲跟亚伯兰怀孕 生孩子叫做李时玛丽 到了九十九岁的时候 莎拉还没有怀孕 请问九十九岁的时候 李时玛丽大概几岁了 十三岁 十四岁 因为八十五岁左右的时候 怀孕了嘛 生子了嘛 所以九十九岁的时候 李时玛丽差不多十三岁了 十三岁了 因此这样推算起来 亚伯兰有孩子了 而且十三岁了 不过上帝就对亚伯兰说 你和你的后裔 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 然后就跟亚伯兰说 你的后代男子中间要受割礼 为什么不在怀以史玛丽的时候 就设立这个割礼 属耶和华上帝的约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上帝对亚伯兰说 你以后所生的男子 要给他第八天 要给他行割礼 含义是什么 或许含义就是 神要亚伯兰跟杀莱 自己生的孩子 才是神原地的计划 于是他就 第十五节 上帝立约之后 跟亚伯兰立约之后 就对亚伯拉罕说 你就把亚伯兰 改为亚伯拉罕的这个名字 要成为多国之父 就说 你的妻子 这次讲得很清楚 因为前面他们已经糊涂了 这次讲得很清楚 你的妻子 沙莱 不可再叫沙莱 他的名字要叫沙拉 我必赐福给他 也要使你从他 得一个儿子 我要赐福给他 上帝讲得这么清楚 你的妻子 沙莱 我要从他 给你一个儿子 如果你是亚伯拉罕 你听了之后 会怎么样呢 亚伯拉罕听了之后 沙莱伯在地上 在地上偷笑 上帝跟他说 他不好意思看上帝 扑在地上偷笑 偷笑什么呢 心里面说 一百岁的人 一百岁的人 还能生孩子吗 沙拉已经九十岁了 还能生孩子吗 心里这样想 于是经不住口里 就讲出来 亚伯拉罕就对上帝说 但愿以石马力活在你面前 这是什么意思 但愿我从夏甲所生的 现在已经十三岁的这个孩子 活在你面前 就是你立约的后代 可是到这个时候 以石马力还没有割离 到这个时候 以石马力还不是立约的后代 所以怎么办呢 当亚伯拉罕跟上帝这么说的时候 上帝就讲得更清楚 他说不然 你的妻子沙拉 要给你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沙 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 做他后裔永远的约 从这一件事情我们就看见 从第三者所生的 不是上帝原定的立约的计划 更不是上帝在婚姻一男一女里面 所设立婚姻的怀孕的一种方式 上帝很清楚的对亚伯拉罕说 所以虽然亚伯拉和撒来都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 可是上帝仍然亲自 不是亲自 亲自向亚伯拉说 要从沙拉生子 并且说明沙拉要成为沙拉 做多国之母 虽然亚伯兰没有办法从心里顺服信从 而且还极力的推荐那第三者所生的儿子 以史玛丽为继承人 不过我们看见上帝仍然坚持 由此可见 夫妻二人所生的子女 才是神真正对婚姻计划的设计 愿上帝透过这几段的圣经 再一次帮助我们延伸出更多的认识 关于贵礼公会对不孕 人工受孕 以及这个领养的这些种种的议题 首先贵礼公会很肯定一件事情 是什么事情 每一位子女都是上帝所赐的 而不是我们向上帝说讨的 权利 既然是上帝所赐的 就要珍惜 就要养育 就要培育他们 在真理里面成长 因为这是上帝所赐的 第二 既然是上帝所赐的 上帝有绝对的主权 要给一些家庭婚姻有子女 上帝也有主权 没有给一些夫妻儿女 所以这是上帝的主权 后面一句 不是我们向上帝说取的权利 我们没有权利向上帝说 你非得要给我儿女 因为儿女是上帝的赏赐 也是上帝主权要赐 或是不赐给我们的 一个一件事情 因此有这样的认知 我们就可以更清楚的 有一些家庭怀孕生子 有一些家庭不一定怀孕生子 但是我之前已经分享过了 我们不要用异样的眼光 或奇怪的眼光 去看那些没有生育的夫妻 因为传统有时候会认为说 是不是他们有问题 是不是上帝没有赐福给他们 在第一讲里面 婚姻家庭当中 我已经说过了 那不是平段 上帝有没有赐福的一个管道 好了 第二 生育是上帝的恩典 得我们承认 下面一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请 虽然先进的科学 可帮助夫妻受孕 但所怀孕的孩子 并不是科学的产品 不要认为说 人工受孕 就是人工的孩子 不是的 连人工受孕 也是用上帝所创造的 丈夫的精子 跟太太的卵子 所结合 并且重新在母腹里孕育出来 使是排除了一些 男主怀孕的因素 例如说有一些精子 一直没有办法进入 跟卵子结合的 一些母体的因素 透过这些人工受孕 让他成功的 这个精子跟卵子的 这个结合 而回到母亲的 肚腹里来怀孕 所以就算是人工受孕 他仍然是上帝 创造一对夫妻的结合 怀孕 仍然是上帝的预备跟作为 这是我们首先要理解的 再来 我们也明白 不怀孕 可能会让一些夫妻受苦 suffer 因为文化 因为环境 因为自己的心理 某一些的渴望 所以有时候夫妻 有时候结婚很久 人们一直关心 父母一直也可能有一些压力 然后自己也给自己一些压力 所以可能有一些夫妇因不怀孕 而受了一些的苦 我们在这里 魏理工会特别说明 我们认同 只要不采用第三者的精子或卵子 人工受孕 仍然是一种婚姻 在婚姻以内受孕的一种方式 意思是 魏理工会赞成 一夫一妻的精子跟卵子 用人工受孕的方法 帮助一对渴望怀孕的夫妻怀孕 这个是我们声明的 很清楚的一件事情 当然要进入人工受孕的话 要经过许多许多医学的检查 并且也要了解 整个人工受孕的过程 跟可能面对的一些人工受孕之后的一些必须有的知识 那最终经过辅导 经过祷告 然后才做出这种决定 好让你有完整的一个心灵的预备 去迎接透过人工受孕 如果成功怀孕生的孩子 第四 一起来读一下 我们不接受有涉及第三者的生育 什么叫做不接受有第三者的生育呢 例如说 太太的肚子不能怀孕 那么丈夫的精子就给了第三者 另外一个女子 然后让另外一个女子来怀孕 这个就是透过第三者 比如说丈夫没有生理因素 没有办法让太太怀孕 所以就去精子库 说取了精子 然后为太太做了这个人工受孕 那这些都是透过第三者的受孕 我们为理工会清楚的声明 不接受涉及这一种第三者的这一种受孕 这样就更清楚了 意思就是说 如果一对夫妻人工受孕 也没有办法有怀孕的话 那就要进入 如果他们心中非常非常想要有孩子的话 那么就要进入一个辅导的程序 看看内心里面 渴望非得要孩子的动机是什么 非得要孩子的背后的这个意义是什么 等等等等的祷告 辅导跟寻求上帝的开导 那第五 一起来 夫妻若有因不孕而背负压力的 应该好好的祷告 做安静的思考 也可借助于明白人工受孕 以及灵性道德 及合法性的多方辅助 合法性的这些多方辅助 那我们不怀孕或没有怀孕 我们就要好好的思考 对相关的这些议题 特别是灵性跟道德的这件事情 有一些人说 后来孩子知道自己是人工受孕的 是你们强迫我出生的 你们本来不会怀孕的 你看我今天招了这么 这个招了这么凄惨的下场 都是你们用人的方法把我生下 有没有可能有这种道德的议题啊 有可能啊 所以关于这一些呢 要做人工受孕的思考 真的也要经过一些 更多的了解跟辅导 跟了解这一切的合法化 跟这个圣经灵性的支持 以至于我们有一个 很完整的理解跟解答 那这样子才比较好 第六 这一个声明啊 跟我们上一次讲堕胎的议题里面 有一个类似的议题 人工受孕不应该成为 用来做性别选择的工具 有一些夫妻他们会怀孕啊 可是他们不要自然怀孕 他们要做人工受孕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人工受孕现在啊 科学已经发达到一个地步 成功率很高 就是你要男的就有男的 要有女的就有女的 所以我们不赞成 用人工受孕来决定 怀某一种性别的胎儿 我们不赞成 这个违反了上帝怀孕的自然定律 还有呢 我们更不应该成 我们人工受孕 更不应该成为单身者 可受孕的理由 你知道有些人我不要结婚 可是我要生孩子 所以他跑去这个医院 他跑去医生那里 说你帮我找一个帅哥 贡献一点精子 好让我将来生的孩子 够美够酸 我要生孩子 我既然养宠物 不如管养一个孩子 有没有可能有这样子 心态的单身者啊 有 或是有一些男生说 我要一个孩子 而且我要一个女儿 可是我不要结婚 我不要结婚的责任 所以就找一个女儿 说我给你多少多少多少钱 我给你精子 你帮我怀孕 然后呢 怀孕过后 我婴孩抱走 我就给你多少钱 有没有可能发生这种事啊 有可能 有可能 因此呢 我们都不赞成 用这一种人工受孕的方法 来达成这种性别选择 或者是让一个不结婚的人 拥有一个孩子 这些都不是上帝对家庭的原本设计 不是上帝的计划 那这样我们就更清楚了 好了 继续这个议题 婴孩都是上帝的礼物 现在接下来比较属于领养的了 那如果医学证明 我们就算做人工受孕的话 也没有成功的几率 那意思就是说 夫妻两人 不可能 有孩子了 那在不可能有孩子之下 经过辅导 经过祷告 经过一段长时间的思考 心里还是觉得一定要有孩子 并且 这种热爱孩子的心 没有减弱 在辅导的过程中 把所有的因子都分析以后 觉得孩子要有孩子 所以领养 就会是一个可行的方式 不过呢 在这个领养的过程中 魏理工会信条 关于领养的当中 也有一些很清楚的说明 说明什么 婴孩都是上帝的礼物 所以都应当被欢迎与接待 不管是什么情况下 生的孩子 都是一份礼物 既然都是一份礼物 都是宝贝 既然是宝贝 可是如果有人 没有能力 看守这个宝贝 那有能力的人 有心的人 可以不可以帮忙 看守这个宝贝 可以啊 不然的话 让这个宝贝 在一个恶劣的环境当中 糟蹋 或甚至被卖为 酮祭 猖祭 那这种事情 都是破坏 这个社会伦理 健康社会的一些元素 所以既然孩子是上帝 赐给人类的一个宝贝 是一份礼物 我们就下一段 我们说什么呢 我们了解许多婴孩 出生时的环境及状况 造成抚养的困难 造成抚养的困难 例如说 一个15岁怀孕生孩子的 这个孩子怎么办 这个15岁的 如果有父母的帮助 有家人的帮助 环境跟状况许可 这个孩子就不需要托人领养 因为有家人帮忙照顾 可是有一些地方 孩子找出路 自己生 生了之后没有能力 过于穷困 所以你知道早期 很多很多的家族啊 这个又没有节育的 这个教育 哇 生孩子好像生鸡蛋一样 这个 这个一个还抱在手中 还含着奶 肚子里面又一个 等等等等 所以啊 这个真的是 不到12个月就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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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样子一整排过去 高度真的是这样子 所以啊 早期啊 有很多很会生的 或者啊 生了一排全都是女的 等等等等的例子 所以就怎么样啊 就 送给人 请人领养 这些例子是有的 所以我们理解 所以我们的理解 及支持那些决定 让人领养自己孩子的父母 很多父母呢 为了让这个孩子 将来能够更好的被栽培 能够拥有更好的环境 更好的受教育 将来能够成为社会的福气 而不是成为社会的败配 所以我们尊重 愿意让别人来领养自己孩子的 这些父母的决定 因为我们相信说 这些父母啊 都经过许多的焦虑思考 他们经过许多的挣扎 最后他们鼓起勇气 愿意以一种盼望 愿意以一种 希望看到孩子将来可以更美好的这种爱 以及在祷告寻求有好的领养者 来领养自己孩子的状况 这个是绝对会发生的一些 托人领养的一些父母 例如有一些孩子在出生后不久 母亲生病 父亲长急 所以怎么办呢 家里还有几个大的孩子 所以有一些父母在非常心疼 无法之下 只好透过政府的相关单位 或者是民间 或者是教会的某一些机构 用合法的方式 来让这个孩子成为一个 合法可备领养的孩子 这些情况是有的 因此我们支持 透过什么 透过震荡的法律程序 所做的领养 这个跟人家生了孩子 一个儿子卖你五万块 一个女儿卖你三万块 不一样哦 这个不一样哦 这里会理工会强调 透过震荡的法律程序 因为很多要委托人领养的父母 也必须承担 也必须出面 说这是我的孩子 如果领养者愿意让这个领养的孩子 认识我们 我们愿意 所以就有这个孩子的原生家庭 父母的资料 我们不是去做偷 我们俗话讲偷抱 偷偷去抱一个来养 我们要鼓励 我们不能怀孕的夫妻 或是甚至孩子长大 觉得自己还可以以能力 可以去为了造福社会 而帮忙领养的家庭 也有 有没有人自己会生 后来自己不生 也再领养第三个第四个 可以不可以 可以的 可以的 所以大家知道吗 我讲过那个建坛的故事 在美国 后来那个领养的小女孩生病死了 遗言就是请在他抽屁里面 把那个一点点的零用钱奉献去教会 跟牧师说 用这个钱来买地建礼拜堂啊 记得吗 结果当牧师很感动的报道大家说 今天有一个小女孩 她已经在天父的家 不过她留了不知道五毛钱 还是一块多美金 说这个钱哪来买地 过两天就有一个财主 来找这个老板 说什么 找牧师 说牧师 你们是不是要买地建礼拜堂啊 我有一块地就在市区附近啊 这个牧师说 那我们哪里买得起 我们没有那个钱买地 买那样的地啊 这位财主弟兄说 不是 你不是有那个钱了吗 牧师说没有啊 那位财主就说 你那天礼拜天不是报告 有一个小女孩奉献钱 要买一块地吗 那个钱就是买我那块地的钱 因为一个母亲 从贫民窟里面 领养了一个孩子 成就了今天在美国 一间大教会的一块大的地平 所以你知道 有时候啊 领养啊也是很多很多的祝福啊 很多很多的祝福啊 所以啊 我们支持透过正探法律程序所做的领养 若是恰当能行的话 我们鼓励公开领养 所谓公开领养 就是让孩子知道自己原生的家人亲属 你知道我们的文化 比方不喜欢让领养的孩子知道他的原生父母 因为怕他跑回家 怕他以后这个父母又跑来 来来来来要这个孩子 那如果是这样 你就应该要了解 圣经的儿女是上帝所赐我们的产业 是我们要管理的 有一天他们成长成熟 是要放手的 领养的孩子 也是有一天成长成熟 要放手的 而且领养的孩子 如果不公开他的身世 那我们一辈子就没有办法 向这个孩子坦白 我们只能够说 你从此不要准 不准再问这个问题 我们就可能会撒谎 我们明明是合法 知道他父母是谁 结果我们就撒谎说 我们也不知道你父母是谁 所以我们一辈子要向孩子撒谎 反而是如果他的父母认识说 这个孩子健康的成长 然后呢 有一天来探望孩子 我们介绍这个孩子说 这就是你的亲生父母 这个孩子反而会更感激我们 那对父母反而会更感激我们 甚至我们很可能 还带着这一对还没有信主的父母 归主 因为我们领养是出于基督的爱 是基于我们看中每一个生命 都是宝贝的 所以我们把他们的孩子 当作是我们的宝贝来照顾 这个是我们卫理工会鼓励大家 鼓励大家 能行的话 我们要公开的领养 也不要隐瞒 那我就有一个朋友 他就不能 他跟他太太不能怀孕了 结果呢 他领养了一个 结果不是公开的 他的整个家族啊 生活就很不自在 又在教会里面 人家有时候就问 什么时候怀孕的孩子都这么大了 他不知道怎么回答 然后呢 我这个朋友呢 就好像就在当地 不好意思待在那边 为什么呢 因为据说那个孩子的父母 跟他同一个城市 所以城市不大 有时候喝茶 这个逛街会遇到 所以我这个朋友呢 为了隐瞒这个事实 不公开 不得不移民 逃得远远了 没有人认识 也没有人会问 我想我们不需要这样 我们可以很大方的 能公开的 让孩子从小知道 也让孩子从小知道说 不是他父母的错 乃是当时的环境实在太恶劣 我们就看见 我们就帮助 我们就领养你 这不是很好吗 这个孩子如果健康 有两个爸爸 有两个妈妈 有一天 他们的父母亲的情况 转好了 那么让孩子 再认为他的亲生父母 也没有损失 就好像我们女儿 嫁给人家 多了一个爸爸 多了一个妈妈 有损失吗 领养孩子 有一天 他认了他自己的亲爸爸 亲妈妈 也不一定损失 不一定损失 所以这个是我们 对这些的教育 对这些的教育 我们也肯定 所领养的孩子 不是次等公民 有一些夫妻 他们领养了以后 过不到半年 自己怀孕了 结果呢 自己怀孕的孩子 跟领养的孩子 就得了不公平待遇 有没有可能啊 有可能 所以领养的父母啊 领养孩子的父母啊 绝对绝对要 接受好的辅导 万一之后怀孕了 有你自己亲生的儿女 儿女前面领养了一个 或者是两个 你必须对他们享有相同的 合法化跟社会福利 同样的领养的 我有一百万的家长 我有五个孩子 能够呢 两个是领养的 三个是自己生的 公平的来讲 如果我分五分的话 一人二十万 二十万 不能因为说你是领养的 所以我没有分家长给你 然后我亲生的才有家长 那你当初的领养 心在哪里 爱在哪里 那么 这一个宝贝是上帝宝贝的 那你怎么用不同的眼光 来看他呢 因此这些 最后为你公会 也特别交代清楚 就算是领养的孩子 也必须享有相同的 这个 这个 合法 那就是成为你真的孩子 然后 社会福利等等 你都要为他办理 使这个孩子 在一个健康的 家庭里面成长 感谢主 给我们有这么多 很好很好 经历练了 一两百年以来 慰理公会 不断的 按照社会的状况 跟家庭的状况 跟现代人 家庭婚姻 生活的状况 不断的为我们 更新了很多 从信仰 作为原则的 一些的教导 我们感谢主 那慰理公会的 社会信条 还有很多议题 我们才讲完一个议题 就是家庭与婚姻 也是最丰富的议题 还有其他议题 基督教跟经济 有什么关系 教会和一般的福利 有什么关联 人权和人责任 对世界有什么权 对社会的人权跟责任 还有和平与世界的秩序 等等 为了绿化世界 可以不可以出来举牌 为了清洁的政治 可以不可以出来举牌 我如果说不可以的话 有人就开始在我门口举牌 为什么不可以 等等这些都是 基督徒的政治生活 如果政治紧张 我们中间有三个派 还能够合一吗 当然还能 怎么能 所以这些都是 我们要关注的社会信条 最后我们感谢主 给我们有这么美好的教导 我们唱一首诗歌 整个派